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中国的六四难属群体天安门母亲星期五发表六四24周年声明 提为 希望已渐渐消失 绝望正渐渐逼近 声明对习近平两个不能否定的说法感到失望 声明同时表示 他们会继续控诉六四事件中血腥的手段为死难者讨回公道 8964 24周年纪念日前夕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最新调查显示 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比例上升至六成 调查指出 香港市民的主流意见继续认为中国政府当年处理不当 同情学生和支持平反六四 据美国对话基金会新闻稿 北京最后一名因8964而被以反革命罪判刑的 政治犯江亚群已经获释 现年73岁的江亚群患有老年痴呆症 据报道 北京高级法院曾判处江亚群死缓 后改判无期徒刑 有先后五次减刑 新闻稿还说 相信仍有数人因89民运而被关押至今 其中包括现年49岁的苗德顺 海南省东方市巴索镇居龙村的数百名村民31号在市政府门前示威 抗议村官贪污腐化 私卖土地 当地政府不但无视村民的诉求 还派出大批边防武警暴力驱赶 发射多枚催泪弹镇压 多名村民被打伤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组会议抽签确定 由越南和巴哈马担任审议国 对中国实施公约的第三章定罪和执法 及第四章国际合作的情况进行审议 据报道 审议预计今年7月启动 香港和澳门将与内地共同接受审议 这是公约对中国生效7年多以来 中国首次接受审议 广西博白县29号发生暴力强拆事件 当地政府出动近千人进村强拆 多名村民更在强拆过程中受伤 以下是本台特约记者杨帆的采访报道 灵角派出所则拒绝回答记者的问题 我想问一下昨天你们是不是有去石柳村矮林队那里拆迁 您这里不方便说吗 记者随后拨打对方提供的电话 我看到好像网上说昨天拆迁的时候有村民有受伤 这个事情您也不太清楚吗 哪个乡村的 灵角镇十六村 那我得问一下灵角 据了解 当地为修建南宁至北海的铁路 09年起要求全村搬离 七八口人的家庭全部算下来不到十万元的赔偿 根本无法另见房屋居住 因此许多村民都不愿意签字同意 而灵角镇政府曾屡次到该村威逼利诱村民签字 以上就是今天的亚太联播节目 我是张敏 感谢您收看 再会